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额场卡点祝福肖战出道8周年。 坦言一起见证很幸运,共赴未来。 近日,在不知不觉中,肖战迎来了出道8周年的纪念日, 不得不感叹一下时间,过得可真快。 转眼间已经8年了,这个时候肖战得到了非常多祝福, 额场官方更是直接卡点为肖战送祝福。 这种场面非常温馨。 值得一提的是,额场还坦言一起见证肖战的成长非常幸运。 接下来共赴未来,不言放弃。 据悉,额场官方卡点为肖战祝福出道8周年, 不知不觉中肖战已经在娱乐圈里摸爬滚打8年了。 在这8年的时间里,肖战经历过苦楚,享受过快乐, 也拿到过成绩,已经是越来越洪祸。 影响力越来越大。 另一方面,额场也开始向肖战深情告白, 坦言一起见证很幸运。 希望可以共赴未来,共同努力,非常感动。 北京广电恭祝肖战出道8周年。 赞扬肖战和角色共情,打动人心。 近日,在肖战出道8周年之际, 非常多媒体和娱乐人都在为肖战送祝福, 其中就包括北京广电。 官方可是肖战的铁杆粉丝了, 如今也在第一时间发文恭送肖战出道8周年, 这种场面非常温馨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官方还对肖战的演艺生涯进行了总结, 赞扬肖战能够和角色共情。 打动人心, 做到了不忘初心和脚踏实地, 这就是肖战的真实状态。 据悉北京广电官方发文恭送肖战出道8周年, 这件事情登上了热搜榜。 北京广电作为肖战的铁杆朋友, 如今也是在为肖战送祝福, 官方赞扬肖战做到了和角色共情。 同时是靠作品打动人心, 做人脚踏实地不忘初心, 一直都在取得突破, 这样的肖战, 魅力无穷。 对于肖战来说, 出道8周年并不是终点, 这还是一个新的起点, 肖战一定可以再接再厉, 勇往直前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 大家都在评论区里感谢北京广电, 也在期待一手肖战的跨年和春晚。 作为老搭档, 不是没有可能。 当然更多的还是在吐露心声, 都在分享自己的所感所悟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 会继续陪伴和支持肖战, 不言放弃。 总之祝福肖战, 八周年快乐, 也非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肖战的大力支持, 小飞侠队伍越来越壮大, 也越来越充满爱。 希望肖战在娱乐圈里勇往直前, 继续为观众们带来精彩表现, 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